黑人要殺人 捲捲大作賽 搞到黑人要殺人啊 蛤 從哪一個部分啊 這裡是哪邊 不是這裡是哪邊 前面 前面 這麼前面啊 而咱們黑人老大也被祈禱說不出話了 對啊 好 黑人老大會發現這一場整人計劃嗎 特別企劃整人大作戰 祝我們的黑人老大生日快樂 在正式錄影之前 為了幫咱們黑人老大慶聲 製作單位決定那一場整人計劃給老大一個驚喜 而為求計劃周延 我們隨即和來賓妹妹以及學弟工作人員 召開一場整人作戰大計劃 一場整人計劃就此展開囉 真可樂 下一節 請教練 阿利 歡迎這位 上歌 老大 老大 我是攻擊肚臍耶 你有聽到嗎 有 我本來講 我要更狠踩住她電信 好壞 開玩笑了 不要那麼生氣嘛 好不好 妹妹今天有新的同學對不對 對 自我介紹好不好 好 聽懂妳的是誰 舉手 來 哈囉大家好 我叫泡泡 我今年15歲 住在新竹市 身高158公分 體重50公斤 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 好酷耶 你看她脖子這邊 導播給她特寫一下 脖子的部分 美毛 秀出來 秀出來脖子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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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來 妳先秀脖子的部分 好痛喔 好痛喔 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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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毛秀出來 手 還有手的部分 好痛喔 好痛喔 看不動喔 很痛 其實也還好耶 其實也還好耶 為什麼想要翻那個 對啊 不是她覺得很漂亮嗎 妹妹覺得漂亮 很可怕耶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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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女生穿這邊耶 對 很痛 沒有穿她會死掉 真的假的 對啊 氣管 氣管很危險 這邊很多那種組織啊 對啊 那妳 那妳 是為了漂亮的去穿這個嗎 蛤 是為了漂亮的去穿這個嗎 蛤 是為了漂亮的去穿這個嗎 蛤 算好奇吧 好 來台地了嗎 也是也是 好 歡迎她 謝謝 還有誰 來 貝貝 大家好 我是貝貝 身高162 公分27公斤 妳變接棒 整個字還 跟字還 好 掌聲歡迎 歡迎她 還有誰 都差不多是新的了嘛 新的就這兩個 對 我都答 差不多是舊的 差不多都是舊的意思 我說這好好不好 子萱妳想雕我是不是 我沒有要雕的意思 想雕是不是 哎呀 妳想跟建宗交往 建宗要不要啊 那天講一講比賽 因為她 跟那個華岡藝笑 跟建宗的一個比賽 對啊 妳會喜歡建宗的學生嗎 不要 為什麼 華岡那時候 最常碰到什麼樣的男生 最常碰到文大的男生 文大 我剛好文大的 對啊 因為講到小時候 我要問一下 妹妹小時候 印象最深刻的偶像是誰 請舉手 來 玉兔 紅青 那個不是 小虎 小虎隊 小虎隊啊 嗯 很帥啊 就是 以前就是他們就是偶像 然後我還有他們那個 明星的貼紙 然後都會踢在15包 然後就去上學 還有誰 來了 檸檬 許華玉 超喜歡她的 超喜歡她的 妳喜歡她哪一首歌 欸 有怪獸 會不會唱 她今天應該都會吧 對 唱一遍很難 我跟妳講之前我們有玩那個搶答 是真的叫有怪獸不是怪獸 真懂 等一下 我把那個問號先拿下來放到心裡 所以怪獸妳會唱對不對 嗯 唱一遍看看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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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著我有怪獸 大怪獸 丑怪獸 黏著我 翻開著一口 有一口看著我 對 對 所以這個也算印象深刻 對 還有呢 還有鬼鬼 他有拍很多戲 然後有跑車 我先想看 然後又有豪宅 哇 四文字打起來 林志穎 欸 我覺得他超帥的 我超喜歡拿的 超帥的 他是我小時候的偶像 喔 華剛的 他華剛幫的 那妳會不會唱他的歌 鬼鬼 鬼鬼會唱嗎 不會 不過我很喜歡他 鬼鬼鬼 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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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他有講到 林志穎 林志穎其實在 我那時候學生時代 他已經在當偶像了 然後第二個呢 他要跟大家見見面啦 也是用重新另外一個身分呢 要跟大家見面 讓我們歡迎 掌聲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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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妹妹第一波整人攻勢發動了 簡單來說就是旅圈不停 打時空 咱們的黑人老大無法專心在主持工作上 想望黑人老大還能有說有笑的 嘿嘿,一婆婆的攻勢即將席捲而來囉 再一次掌聲,掌聲歡迎 謝謝,謝謝,大家好 有沒有那個感覺有沒有來 有有有,真的非常開心 看到他們就覺得,哇 虧為多久了 這讓我新專輯,這個虧別上一次新專輯 這個6年 所以可以說6年沒有發了 然後這一次真的完全投入 為了這張專輯可以說 製作了一年半的時間 完全的投入 而且光去年就推了快20部戲 本來有人要找你拍戲,但你把它推掉就要做唱片 對對對,因為那時候,其實之前也有發很多專輯唱片 只是一直都是邊拍戲邊製作唱片 會覺得兩邊總會留下一點點影響 就不夠專心 然後總會覺得,差那一點點會 希望說能夠做一個很完全屬於個人風格 所以說這一次也把這個 車子跟賽車結合在我的音樂裡 就是你最喜歡的東西結合在影響 因為這6年來講,其實大家看到你還是 持續在推廣賽車運動,對不對 對對對,所以說這一次我想 我想說最擅長的就是賽車嘛 所以說跟這個做結合 可是裡面也有一些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不喜歡車怎麼辦 那我想 那為什麼 不是,重點是裡面呢 我想感覺就像我開了車 你坐在我旁邊去很多地方 去遊車和拉 然後去一些可能浪漫的地方 聽一些音樂有快有慢都有 就適合在車上可以聆聽的那個感覺 對 因為在這邊還要分享一下你18歲那一年 比較瘋狂的視覺